美拉的色系不是今年很火吗 我们要是挑的不好 穿上去就特别容易显老气 今天跟大家总结一个万能的配色方式 牛仔加我们的棕色 任何颜色的棕色都可以用牛仔去提起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绑持两个大剑不变的情况下 里面就可以换稍微比它浅一点点的棕 那一搭米白色啊 卡其色啊什么胶糖色 只要是稍微比棕色浅一度就OK了 我们可以选择这种 也是偏棕色系的包 鞋子有点棕色底 所以我们就可以跟它一起做搭配 里面是浅的外面是深的 下半身加一个牛仔 你会发现它这个配色就已经很高级了 万能的穿搭配色就是 只要我的所有的单品的颜色都在这个范围内的话 它都不出错 它用一个奶油色T恤 外面我们再加一个偏深一点的咖啡色 深浅的颜色不就有了吗 任何颜色的牛仔其实稍微偏蓝一点的 跟它一起搭都能出来同样的感觉 那么在鞋子的选择上 如果是今年想买一个新的靴子的话 我会非常建议大家买这种深咖啡色 它的色度一定要比我们在上衣的这种颜色 再深两个度 那接下来我们延续我们这样的配色思路 再换一个单品 那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换成这种 比较简单的牛仔衬衫 那下半身就选择这种偏深的焦糖色 那包包的选择上有很多种选择 我今天这一身是有点休闲的嘛 我们就肯定拿这种有一点垂软的 这样搭上去我觉得随性感会更强 进入一个进阶版 就是保持这个颜色的漂亮 但是我们又可以换一个不同的单品 把牛仔裤变成这种短裤 但外面我们就可以直接套风衣 你看我真的发现我最近很喜欢棕色 手机壳都是换成了这个颜色 我们还是保持用深咖啡色的鞋子 当然如果没有用一黑色也OK 那在有一点点春夏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蓝白咖 那在有点转秋冬的时候 我会更希望大家就是集中的蓝咖 这两个颜色一起走 我们是用不同的单款搭在一起 它们组合出来的化学反应都会完全不一样 赶紧拿衣柜里的单品去试一下 控制这两个颜色就是蓝咖这两个颜色 我真的是好啰嗦 我想说